收获季第一天阿斯萨布洛对暂时领先 多洛兄弟也投降认输 虽然也是心有不甘 但是作为战士 需要认同强者的实力 承认他们技高一筹 阿斯萨布洛很谦虚 认为有着不能攻击对手的规矩 权力战斗输赢尚未可知 但是能和同门师兄切磋倍感荣幸 兄弟听完当即决定再来一回 认输和放弃可是两码事 为了把师傅带回去 一定要在收获季上做了断 直到兄弟认同他们为止 这时广播响起 通知收获季第二天正式开始 希望同学们可以有好的有望相助 快乐狩猎 在收获季第二天的学生当中 基本分为两种情况 体力大量消耗疲惫不堪的学生 和体力充沛非常有精神的学生 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吃早饭了 接下来就要加把劲去得分才行 因为昨天光头 所以不能再悠闲地保存体力了 入肩才意识到自己目前还是零分 回想自己昨天的作为 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吃得太多了 但是游戏魔还以为是入肩的策略 心里很佩服入肩 认定入肩的目标是打算狩猎传说之夜 入肩一时之间陷入懵撞 那可是收获难度最高的食材 一切信息都是谜团 价值十万分的传说存在 游戏魔很兴奋 只要获得就能一举一转 华丽翻身 认为男人就该赌一把 后续升接全靠他 他问入肩是这么打算的吧 入肩突然有点骑虎难下 只好逞强承认就是这样 既然决定出手了 首要就是收集情报 但是学生当中肯定没有知情人 最清楚森林的是 住在森林的植物和魔兽 两人同时想到了色批猫头鹰 他家家族能力可以与魔兽交流 于是游戏魔负责找到猫头鹰的位置 入肩来选择最佳的行走路径 决定去和他们小队会合 路上也在担心眼镜娘 他们愿不愿意合作 碰面后确认了彼此平安无事 聊了一下首日的情况 然后就被一群猛兽团团围住 因为面见女王可是需要通道相传的 看着鸟兽俘虏们大声赞美着他们的女王 入肩游戏魔很识趣的臣服 拥有毫无缺陷的美 绝对的冰之女王 猛兽王国的统治者驾到 猫头鹰发话问入肩他们 是为了传说之夜想要寻求自己的帮助的吧 游戏魔压力有点大 感觉此时的他们超有压迫感 面对问询游戏魔表示 是用自己的家族能力一路追寻而来 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可以创建一个王国 因为收获既是个人战 利用群体造成的威胁才是最佳策略 统帅着魔兽王国的女王 才是最强最美的存在 猫头鹰认为他们随便进入敌阵太过清帅 不过也认同游戏魔的集中力简直非比寻常 询问女王毕竟是非法入境要不要流放 女王问她们的供品在哪 反问她们难道是想白嫖自己的情报 入肩先提出可以教她如何分辨可实用的草 但是魔兽也可以分辨 游戏魔提出首日遇到了贝塔克拉拉小队 女王对敌队的情报很感兴趣 便答应用她们的情报和跳女装舞来交换 其实是经纪人想要女生跳舞的照片 入肩想起之前也有类似的请求 威胁她们做还是不做 为了比赛她们只好屈服 因为之前波子让她们当作专属女 没想到现在正好可以用上 魔兽们都看傻了吗 感觉她俩好抢眼 眼镜娘因为特训等个方面累积了不少压力 已经濒临恶周期 所以想尽快解解压 虽然如今她是恶斗路这边 但原本其实是站在观众那边的 没错 其实她超级喜欢看恶斗路的表演 之后魔兽将关于传说之夜的歌曲唱给她们听 看完表演的女王现在也是一本满足 她表示这次是破例 下次再来求助的话 就让陆坚在真正的舞台上跳舞 两人顺利地获取了情报 就在今天 问题儿童班将有一对会被淘汰 你们说会是谁呢